我们今天来到贵州离平的黄港洞灾 洞族的建筑大多是以木房子为主 这边我们看后面全都是木房子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空桥 碰到一个在做这种建房子 这是还在做的 那边有几个室室在做 因为洞族的房子它是不用一丁一毛的 所以在这里挖一个洞 然后再用那个木方插进去 整个木房子就是这样搭建而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